今天要來介紹,我想說用一節課的時間把運輸的部分全部講 盡可能把他講 好,那我們先介紹的是植物的部分 那我們知道植物的運輸構造叫什麼嗎? 植物的運輸,褲的運輸叫什麼? 尾管樹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尾管樹的構造 你把植物的金切開,尾管樹有兩種 一種是雙植葉,一種是什麼呢? 三植葉 好,那雙植葉植物的金呢,長什麼樣子呢? 雙植葉指的像是向日葵,或者是榕樹 或者是比方說蒲公英這些植物 它們的都是屬於雙植葉 雙植葉的話,它的金 首先,它會有一圈,叫做什麼層呢? 行層層 行層層的功能是什麼呢? 讓金怎麼樣? 變粗 好,那行層層它的功能 它其實是一個分化能力冷強的細胞 它會做什麼事呢? 它會向內向外分裂出什麼細胞呢? 向內分裂出什麼? 木質部 好,所以內側是木質部 木質部 它外側什麼部呢? 任皮部 對,任皮部 木質部跟什麼有關係? 跟運輸 水分的運輸 水 不只還有水 還有融在水裡面的一些物質 像是礦物質 像你們現在國三知道有些離子 像有鞍 那個硝酸跟離子等等 那些離子 還有一些肥料 所以肥料也是融在水裡面 礦物質肥料 所以木質部部的吸收這個部分 好,那它的外側是什麼呢? 任皮部 對不對? 好,我們再畫一個 好,那外側的部分呢? 就叫做任皮 任皮部 負責運送什麼呢? 國中叫做養分 其實正確來說應該是蔗糖類的東西 糖分 好,所以 養分 這邊指的是光合作用所產生的糖分 就是光合作用而來的糖分 因為我們知道植物它是一種自營生物 它會自己製造養分 所以光合作用的糖分就是透過任皮部負責 那有一個口訣就是皮再怎麼養 皮再養分 皮是長在外面 所以外側是任皮部 而且它是帶養分 那中間的構造 這邊其實 這個就比較不重要 中間這個構造叫做水 骨髓的水 好,那還有一些其他的構造 外面有所謂的屌皮層 好,那通常我們在講樹皮是指哪個部分呢? 就是任皮部 知道嗎? 樹皮就是指的是 都有皮嘛對不對? 樹皮呢 其實它就是表皮層加上什麼層? 任皮部 那我們有一些樹還有所謂的木酸層 就是形成那個樹皮比較厚 比較硬的東西 木酸層 所以樹皮基本上就是形成層怎麼樣? 以外的部分 所以你把一顆樹剝皮 其實已經剝掉它的哪個部分? 任皮部 樹皮就是任皮的部分 所以我們說植物如果被環狀剝皮它會怎麼樣? 它會死亡 因為它的養分不能運送 這是什麼? 好,這是這個部分 好,那雙植葉的話 我們就說雙植葉的話 你只要記它的葉子長什麼樣子? 網狀賣的葉子 就是網狀賣的植物 所以你去看什麼榕樹、張樹都知道 好,那第二種植物叫什麼呢? 第二種植物叫做單子葉植物 你們可以用葉片去記 單子葉植物的葉片怎麼樣? 細細長長的 請問什麼植物質長這樣子? 百合 好,像是百合花 百合 還有中 中秋節不是粽子 那是什麼? 端木節 好,竹子 竹子也是屬於這種 玉米 對,玉米 水稻 稻 這種葉子細稻常常叫做單子葉植物 那單子葉植物它缺乏什麼構造呢? 它缺乏新層層 所以它的筋不會加粗 缺乏形成層 沒有形成層 所以不會加粗 但是它的圍管束呢 我們指的圍管束指的是木植物跟任皮物 這兩個合起來都是圍管束 好,所以 這個單子葉植物它的圍管束是呈現散身 就是散亂這樣 不過它也是一樣 它還是一樣 它的圍管束的外側是什麼部呢? 還是任皮部 內側什麼呢? 木植部 好,它的功能跟雙植葉一樣 所以我就不用多說了 就是這樣子 它不會加粗 好,所以這就是植物的圍管束的部分 好,謝謝 謝謝